云南古法手工红糖 天然的甘蔗汁熬制 哇就是这样子吃啊 对刚的就可以吃了 我小乔啊 这都三个小时了还没好啊 没有一个多小时的 还太热了呀 热也没办法呀 铁线都要干 要把它擀在这个模具里面 等它冷却 冷了就成那个糖砖了是吧 这个我们就用这个竹片 把它给隔起来 然后等它冷了之后 我们就用那个叶子干 给你看那个叶子给包起来 就变成糖砖了 哇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没有要等它晾干 晾干的时候 要用这个竹叶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就可以拿去卖了 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竹叶红糖 小乔你们这个糖的话 好不好卖呀 不好卖 因为这里家家户户 都有种甘蔗嘛 像我们去赶集都是本地人 哦你看你们这个红糖啊 都是纯天然无添加的 在我们外面根本就买不到 像我们这里女孩子来立价嘛 有时候肚子很痛 就可以熬红糖水喝 这个很补血的 小乔 这红糖这里有多少斤啊 这里有100斤甘蔗 可以熬出20斤红糖 这里就20斤 哦 那我走的时候我买一点好不好 不用买星期间 你又送我电视 又送我手机 你走的时候我给你十几斤 好不好 你带出去嘛 那都不好意思啊 不会不会 这个喜欢情侣 这么便宜 哦 安静的岛屿